SCP-689 Hunter in the Dark 黑暗中的碎神 项目等级Keter 特殊双方措施 SCP-689放置在配备了高强度点化纳灯的大型混凝图中间内 这些灯必须配备独立的备用电路系统 以确保任何时间SCP-689都保持在光照下 在任何时间都必须有至少三名员工在收容设施内执行 两名低级员工在收容间内 一名二级或更高等级的员工在房间外的操作控制台 操作员必须完全市民 或者配备一个在执行期间绝对不能被取下的 完全遮蔽了视野的头盔 在操作员完全看不到实验室内的情况下 低级观察员必须目不转心地 保持对项目的不间断坚实 无论什么时候都要保证至少有议员一直看着项目 如果因为任何意外情况导致光熄灭 或者观察者有任何异常 任何与项目有关牧师接触的人员必须被立即处决 心意他们都配备可以从收容控制式启动的 远端遥控处决装置 如果项目在任何时间被确认离开了房间 请允许包括装备了回升定位器和视野遮蔽头盔 或者市民人员和低级观察员在内的回收小队 马上出发到达所有之前人员募集过项目的区域 回收小队必须尽快建立一个紧急隔离带 并且在项目返回收容间前将项目遮盖起来 在运输项目的途中 低级观察员必须待在遮蔽屋内 全程保持对项目的目视监视 任何在收容失效发生时 目击到项目的一起或者一下人员 必须马上被处决 更高等级的人员将被暂时隔离 但若再次发生收容失效也将被处决 对ICP-689的研究申请必须在7天前提交给 博士审批 必须详尽描述预计的实验内容及理由 如上所述 任何直视项目的研究者需了解 此种举动将导致他们在收容失效 或者光照停止的事件里被立即处决 描述 INCP-689的外观为一个小型的绿色造石雕像 30公分 它被雕刻成一个来自未知世界的未知神奇的模样 一个坐姿的人形骸骨 双手紧握自己的膝盖 项目被战前一个德国远征考古探险队的 在印度的 区域发现 战后被OSS获得 战争中 项目的所在未知未知 INCP-689 在至少被一个人注视的时候 是完全呈现多性状态 普通的动作 比如眨眼 并不算打断注视 不过任何在观察中的小失误 即使是极短战的 也会导致观察者的处境变得危险 当不再被视线注视时 INCP-689 会从当前位置直接消失 在15-20秒内 一个之前牧师接触过项目的人员 会忽然死去 项目会重新出现在尸体上方 直到之前牧师过项目的人员全部死亡为止 之后项目会重新出现在原来的位置 经过测试表明 此效果不会作用于动物 但是任何直视过INCP-689人员都将会处于危险的境地 由项目导致的死亡尚没有明确原因 尸检报告显示多种结果 包括心脏病、中风以及内脏全部碎裂等等 选择受害者的机制目前尚未解清 有一种意见认为 圆群中的人 或者被许多人所关注包围的人 比较容易被选中 这一机制也许是为了增加目击杀案过程的人数 INCP-689的影像并不具有上述特性 由于SCP-689可能产生的连锁反应式杀人 一旦发生观察失误 导致SCP-689离开适用室 必须将所有看过SCP-689人员的处决 视为第一优先事项 附录 拥有二级许可权的人员应该进一步阅读 文件689-B 文件689-B 对于SCP-689的建议实验 在一系列尝试处决SCP-682的实验失败之后 和 博士建议通过使用SCP-689来消灭SCP-682 通过关闭灯光或者类似措施 SCP-689的研究员建议 如果实验失败 苏尔曾看过SCP-689的人员必须被马上处决 或者被转移到SCP-689的设用间内 来确保SCP-689不会离开设用设施 由于SCP-689的攻击权的机制很显然是随机的 可能需要多次的实验才能使SCP-689受到攻击 研究小组建议苏尔第一级人员在实验开始前应被预先处决 来提高实验的成功率 SCP-682处决试验记录 对象SCP-689 SCP-682组织样本测试记录 在欧武处会不明明下掠过 处决试验记录 将SCP-682曝露在SCP-689下 熄灭受用区中的光源 在光源关闭5分钟后重新开启 SCP-689待在原来的位置 SCP-682在一池灰黑色的议题中 没有观察到什么迹象 低级人员在两位特工的监视下进入受用区 以确认SCP-682的死活 在低级人员于受用区踏出第三步时 SCP-682爆起攻击低级人员 SCP-682突破受用后逃脱 并在途中杀死一名特工 另一名特工因应在测试中意外观察 而被SCP-689杀死 注释 SCP-682似乎在常规理解上不能算作活着 或者对SCP-689免疫 另外在实验中 SCP-682似乎表现出有关SCP-689的知识 或能在一定程度上了解它的作用 从而能装死逃脱 以上就是SCP-689 简单来说SCP-689是一个小型的雕像 当没人注视它时 它会随机杀害一个曾经看过它的人 并出现在尸体上方 这个SCP跟SCP-173有不少相似之处 不过SCP-689并不会因为扎眼触发 也不像SCP-173会受到送行间的物理限制 在Wiki上这篇SCP的讨论里 有一些人不喜欢这个SCP 觉得就是SCP-173和SCP-096的合体 不知道大家觉得如何 这支影片就到这边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 记得帮我一个喜欢 不喜欢的话就乱不喜欢吧 希望我做什么SCP或主题 可以留言告诉我 就这样 拜拜 在一系列尝试处决SCP-682的事业失败之后 我来把握脸上抽 我們现在转发一下 评论 こちら先继续 我们下注写吧 我们下注写好 非常inar